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在這一集我們要先來解答之前的作業 老師在小考的時候考了四個選擇題 那每題都有四個選項 小明每題都亂猜 請問他四題全對的機率和四題全錯的機率 一不一樣 為什麼 那其實就是說他每一題都有可能答對或答錯 那這種題目也沒有要你們用什麼很複雜 很有技巧的方式做 但是 講到什麼 就是呢這個 你只要會分析書狀圖就好 你只要肯去做就好 那老師也是一樣 我們不用用什麼 還不用在國中教 其實他有很技巧的方式解 但是我們不需要用到後面的方式 我們就是練習國中的書狀圖 你有四題嗎 答對答錯 再來答 我們分個顏色 再來答對 答錯 然後 第三題 答對答錯 然後第四題 答對答錯 這樣子 四 五六 總共會有十二條 這樣 可以嗎 那麼 到底這樣子最後他說 這個四題全對和四題全錯的機率是多少 看起來好像很難的 哇 我剛剛說十六條 那還得了對不對 可是其實也 不用阿 因為沒有阿 你全部算出來阿 你只要會沿著樹狀圖去想 阿你要算的只有兩個阿 好 每一題你亂拆 亂拆有 因為他四個選項嘛 那你會拆中的機率其實是 四分之一嘛 所以中間的其實都不用管阿 我們只要管四題全對和四題全錯就好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 猜對一題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然後又猜對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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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一 我就不換顏色了啦 好好好 換一下 現在都已經換了 避免誤會 乘以四分之一 乘以四分之一 這樣是多少 幾分之一 幾分之一 那我們在之前的課 之前的課程裡面有跟那個提醒老師和同學 就是回去複習一下數字表 因為認識這些這個次方的數字啊 認識這些什麼五乘以 二十五乘以多少是一百啊 八乘以多少是一千啊 還是對你們的這個 升學會考很有幫助 而且對高中課程也很有幫助啦 高一就會學到指數對數了 那所以最後的答案是 這個 他是四的四次 所以是二的八次 是二五六 也是十六平方嘛 二五六分之一啦 那如果你是答錯的 那答錯的話其實呢 一體答錯的幾乎四分之三嘛 所以是四分之三 乘以四分之三 再乘以 四分之三 再乘以四分之三 所以感覺好像四題全對和四題全錯 感覺都是很極端的 那會不會其實是幾樣的幾率呢 就答對答錯兩種嘛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各一半呢 不是的 因為答錯的幾率高很多嘛 你一體答錯的幾率有四分之三 所以全部答錯的時候有 底下是二五六 上面多少 三的四四是九平方八十一 兩者差了八十一倍 所以請不要亂猜 那他說 乘上請問他至少有議題猜對的幾率 那這個 你就會想說 老師你剛剛不是說不用全算出來嗎 好 那是不用 不一定要 但你全算出來 我就會 這個 一方面很感動啊 另一方面覺得很對不起你喔 但是就是 的確還是不用全算出來 因為他 至少有一題猜對呢 其實就是 這個 不是 都沒有對嘛 不是 都 不是全錯 那剛才全錯的幾率已經知道啦 全錯的幾率是二五六分之八十一嘛 也就是說 除了下面這一條 我們後來不是十六條嗎 這十六條裡面 除了下面這一條 是 這一個 二五六分之八十一齁 是全錯的之外 其他都至少有一題對嘛 那所以呢 就是 其他的加起來 那我們在之前就講過齁 其他的部分整個 十六條全部加起來的時候是 一啊齁 所以 這裡呢就是 一減掉二五六分之八十一 所以是 二五六分之 一百七十五 可以嗎 OK 那我們在這一集齁 要來介紹這個東西 就是 打這個 球賽齁 我們上一次的作業齁 全校一年級 普通班總共十六個班齁 班季籃球賽打 單淘汰賽制 那什麼叫做單淘汰齁 不知道你在寫作業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 不了解齁 可以讓我搜尋一下齁 所謂單淘汰賽制就是 打輸了一場就 白白啦 就是你在整個比賽的過程中 你只要輸了一場就 淘汰掉 這樣叫做單淘汰 那也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他總共十六個班嘛 所以我們最常見就是這樣齁 一 一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糟糕 不夠寫 怎麼辦 為什麼要那麼多半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好 那就是我們最常看到那種 就是你們兩班比 兩班比嘛 這樣是一場 這樣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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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六個班總共會有八場 這八場一比完就有八對 輸了嘛 那就會有八對被淘汰 因為單淘汰就是輸一次就淘汰 好 所以他輸了之後呢就拜拜 那接著呢 一 這兩個贏 這個贏的跟這個贏的 再打一場 這兩個贏的再打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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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於是會有四場 那會有四場的時候呢 這個 又有四對贏又有四對輸 輸了就拜拜 然後這兩個打一場 這兩個打一場 最後這兩個打一場 最後這兩個打一場 所以有幾場呢 八場然後四場然後兩場然後一場 所以會有 這個 八加 四 加 二 加 一 好 那你說 老師 那這樣子我不是 每次都要畫這樣子 不是很難畫嗎 好 上面說 城上如果三年級混賽有五十一個班 這樣要打幾場 那我們來想像一下 這個八場是什麼 八場是 十六對 十六對的話呢 十六對的話就會有 這個十六除以二十八嘛 對不對 那假如我今天 好是十五對 我們來想一下十五對會怎麼樣 十五對的話 一開始也會有 一二三四五六 還有一個七對不對 這個沒有打喔 七齁 七會有七 然後第八 這個 第十五對齁 我們放這裡好了 第十五對 沒有人跟他打 也就是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 九十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第十五對沒有打到 總指球隊 所以我現在打了七場 我這裡總共有十五對齁 我現在打了七場 那這個七是什麼 這個七是十五除以二等於七嘛 然後有魚了吧 那接著再打 一對兩對三對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接起來跟他了 所以這個魚呢 他會補下去 跟七合在一起 所以這裡會有 七加一 七加一 七加一去除以二 就是這兩個會合併起來嗎 總指會跟他合併起來 那七加一除以二的話 會 就是又綁齁 八二四 魚鱗 那魚鱗就 後面就是二跟一嘛 所以是四除以二等於二 二除以二等於一 可以嗎 好 所以說呢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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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除以二 這個是 四除以二 八除以二 等於四 唉 錯了 從 切回來這裡開始 所以呢 十六除以二等於八於零 所以有這個八 然後 八除以二等於四於零 所以有這個四 然後 四除以二等於二於零 所以有這個二 好 然後 二除以一等於一於零 所以有這個一 好 那像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 你說他到底屬於哪一張 嗯 他沒有特別屬於哪一張 那你說國中可不可以考 沒有不能考啊 就是 推論能力嘛 那你其實就可以去畫啊 你自己不去畫啊 如果考到十六個 我都覺得不算過分了 對不對 好 那其實這個 往年會考 或者是基策 偶爾都會有這一種 就是說 也不算屬於特別哪一張 但是就是一個推論能力 你都已經國中畢業了 連這樣的推論能力都沒有 也是 就是代表學歷不夠好 學習能力不夠好 那老師本來就 教學不局限於課內 所以像這樣的問題 也不用急著說 一定要先 剖析怎麼做 讓同學去試 好 十六個班的讓他去試 十五個班的讓他去試 剛剛那個 如果是十七個班 也讓他去試 我們下面這個五十一個班 五房啊 分組去畫啊 好 其實也不用分組 因為那個 三個人一起畫 跟一個人畫是一樣的 也沒有三個人一起畫 沒有比較快 那五十一個班 或者你可以做小一點的數字 他會怎麼樣 他會怎麼樣 所以呢 這個 五十一 除以二 等於 這是二十五於一 所以二十五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第一場 第一次會打二十五場 然後有一個沒打到 有一個沒打到 那二十五 二十五場就有 二十五個冠軍 二十五個冠軍和 不是冠軍 二十五個贏家 二十五個贏的那 贏的隊伍 跟這個總子隊 合併起來就會有 二十六除以二是十三 余齡 那十三余齡的話呢 這個 就沒有總子隊了 所以 下一次打呢 就會十三除以二 所以他 等於說 第一輪賽事有二十五隊 第二輪賽事 二十五個贏隊 和這一個 合起來二十六隊會打十三場 第一輪有二十五場 然後第三輪 十三除以二等於 等於六余一 所以第三輪是打六場 所以第四輪打三場 等於二 到最後一隊出來 然後收集這邊的數字 所以這裡有六 六 十二 二十五 二十五 五十場 你就會發現 單淘汰賽 五十 五十場 那你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算這個 如果是十六隊的話 要打十五場 剛才這個十五隊的話 總共要打 七四二一 十四場 然後五十個班 要打 五十場 那我們用畫的也畫過 用除的也除過了 最後就是 我剛說你要想 你可以想一個問題 會不會剛好就是 看你有幾隊就少一個 真的嗎 還是巧合 就是說 這三個數字 剛好算起來這樣 還是你不管什麼數字 算起來都這樣 那我就常 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是巧合 找出一個 不是這樣子的例子 找一個數字 它到時候算一算不是這樣 或者說它畫一畫不是這樣 好 那如果你認為真的是這樣 告訴我為什麼 它真的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不出來為什麼 可能是巧合囉 就沒有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阿 對不對 可能是這三個例子 剛好是湊巧的阿 所以你說不出為什麼 那如果你找不到 例子證明它 是巧合 的確有可能 不會是這樣 你找不到的例子 那說不定它真的就是喔 只是你還沒想到為什麼而已喔 所以想想看 這個問題就真的可以 你知道 分組討論 讓學生討論看看 那麼在你思考這個問題的同時呢 我們試著來畫五十一個 好 那我們來看 畫圖畫起來 這個 請原諒我不可能把中間全部畫完 就是我們一開始呢 一二一 一二 失殺 三四一組 失殺五六一組 七八一組 九十一組 兩個兩個一組 那最後五十一個 當然它是總值不打 所以這裡總共會 這個打了二十五場 可以接受吧 一到五十嘛 有二十五場 那這二十五場呢 假設勝出的都是單數 也就是留下來的是 一 三 五 七 九 十一 答答答答答答 這個留四十九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五十一就跑進來 要不要湊一 要不要湊對呢 湊成一對呢 那這樣子去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個 他們兩個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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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於是怎麼樣呢 這個 除以四 余一余三 和余一余三 和余一余三 除以四余一 除以四余三 的一組一組一組 到這裡的時候剛好是 湊滿 就是十三 這裡有十三組 因為總共有二十五個加一個嘛 二十六個 所以有十三組 那十三組 勝出的是 這個是一 這個是五 這個是 九 那為了討論方便 其實他前面這裡應該會有 這個 四五和四七 然後 勝出來的是四十五 可以嗎 也就是這個是 除以八余一和余五 余一和余五 余一和余五 然後到這裡是余一和余五 這裡總共會有幾對呢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有 十三場 這個有 所以第一輪有二十五場 第二輪有十三場 第二輪打完之後就會有十三個冠軍 那麼第三輪呢 因為又是奇數格了 又會跑出一個種子 這個就變種子 這個不是他啦 他是跟 九四跟十 十一 除以十三 九四跟十三 然後四十五是跟四十一 你 如果你都去練的話 那 所以這裡有十三個 所以會打 六場 打了六場之後會有六個冠軍 六個冠軍之後呢 四十九號就會升上去 要不要一起打 可是他們六個冠軍 就偶數了嘛 所以四十九號下一輪又沒有辦法參與 下一輪的話 六個 這六個 我們假設他一直維持 那個 種子隊的身份 最右邊的就是 越右邊越種子 所以下一輪 只有這六個自己 互相打 四十九號又升上去 所以下一輪 這一輪有六 六場 再下一輪 你去畫的話你就會發現 有 三場 所以會再跑出三個贏家 跟他合起來 四個 那這四個再打 兩場 再打一場 畫起來的話就是 我們剛才這樣子 二五十三六三二一 可以嗎 那回來這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剛好就是把 隊伍數減一 那答案是 為什麼呢 因為 單淘汰賽事 每一隊打輸過一次就被淘汰 打輸過一次都被淘汰 那沒有輸過的就會一直活下來啊 所以到最後活到到最後完到出現一個冠軍的時候 那應該要 應該要有幾隊輸過呢 應該要有 五十一隊有一個冠軍 代表五十隊要輸過一次啊 各要輸過一次嘛 那你到底會打幾場 因為每一場只會有一隊輸啊 所以你就是打五十場 就是這樣子 可以嗎 那如果改打這個 雙淘汰的賽事呢 雙淘汰的賽事代表說這個 會有單淘汰跟敗部復活 意思就是說每一隊要輸兩次才算輸 好 Sorry 為什麼一直沒有對角 每一隊要輸兩次才算輸 這樣叫做雙淘汰 那十六隊要打幾場 大家可以畫畫看 可以畫畫看 所以一開始有十六場 一開始有十六組 十六組打八場 那八場打完之後會有八個贏家 就是八個奇數 那我們假設奇數贏偶數輸 那偶數就進入敗部復活戰 那八個贏的奇數再打四場 那八個輸的偶數也打四場 那這個時候呢 這四個奇數呢 他因為這個 打完四場會出現四個贏家 又會再出現四個輸家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通常我們敗部復活戰這邊 就會再安排他們進來 好 我把這個挪一下位置 如果我這四場裡面 贏的就是一五九和十三 那麼這個時候輸的這個三 三七十一和十五呢 就會跑進來這裡 等於說 他是這個次一輪才進來的 放這邊 三七九和十一和十五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這裡有四對 那四對會再打兩場 然後這裡呢 有八對 就是這裡八對變成四對 然後這裡輸的四對又補進來 所以這裡會再打四場 那麼我們假設這邊勝出的是一和九 然後這邊勝出的是 因為這邊輸就是你會進來就代表輸過一次嘛 所以你輸就白白了 那贏勝出的是二十三和十一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呢 一樣 因為五跟十三 在這邊輸了 他又會跑進來這邊 所以他會擠到 後面沒地方放 擠來這邊 那個 五跟十三 五跟十三 可以嗎 好 然後最後一跟九 真冠軍 所以 這裡有四場 這裡有四場 這裡有三場 還沒到冠軍 然後一跟九會再打一場 那一跟九再打一場的時候呢 這個 這裡三組也會打一場 如果說勝出來的是三 二和五 可以嗎 勝出來的三二和五 然後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輸的進來 九就會補進來 所以三跟二會再打一場 然後再讓一個輸 九跟五打一場讓一個輸 如果這邊贏的是二 這邊贏的是九 那最後二跟九再比一場 如果贏的還是二 那麼最後的冠軍戰就來自 這裡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到底打了幾場呢 好 這樣這邊 兩場 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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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數一下 這樣有幾場 這個 八四二一一 所以這邊 在 這個 一路勝利的這一邊裡面 總共打了十六場 然後再輸的這邊呢 這邊會打這個 四四三二一 所以會打八加六 十四場 所以會有十二加 會有十六加十四等於三十場 十六加十四等於三十場 那這個三十場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一樣 就是說 雙淘汰賽 雙淘汰賽 如果你 這個 有一個人 他最後就是沒有輸過 有一個人就是沒有輸過 那 剩下的十五隊都被淘汰過了 所以他們都要輸兩場 所以呢 其實你的答案 就是 這個 十六 減一 齁 乘以二 等於十五 打八 十五乘以二是三十 好 那這個是 贏者一路贏 一路贏 那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說 最後當一號跟二號對戰的時候 如果贏的不是 如果他們一打完這一場之後 贏的不是一號 而是一號輸了 那這個時候變成說 二號曾經輸過一次嘛 然後後來他來到右邊之後 就一路一直贏上去對不對 可是一號沒輸過嘛 那到後來對戰 我剛講如果是一號輸 二號贏 那他們就各輸一次對不對 就會再加打一場 那也就是說呢 答案是 三十 或者 會多一場 三十一 那三十一就是說 這個一號到最後輸了一次 好 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答案呢 就是三十或三一 A N S 三十 或三一 這樣 那當然不用真的去數啦 就是我們解釋了怎麼去加 好 下面這裡 有另外一題 如果打巡迴賽 任何 任何兩隊都曾經交手過一次 則需要打幾場 那這個做法很簡單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過類似的做法 就是說 十六隊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這個圖 從一號到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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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跟自己打的話 剛好上面跟下面對半分嘛 所以就是十六乘以十六 總共原本你會圍出十六乘以十六格嘛 但是斜對角不要 減一個十六嘛 對不對 那減一個十六代表 上面代表說 一對二三四五六到十六 二對三四五六到十六嘛 二就不再對一了 因為二對一在這邊 好 這邊 這邊代表後面的那個數字 比前面的那個數字大嘛 這邊 代表前面那個數字 比後面的數字大 這是十六對一二三四五到十五嘛 這個是 比如說 九對一二三四五到八 對不對 然後到 九對十對十一到十六在這邊 所以說 如果都只交手一次的話 代表中間不要 然後這兩塊取一半就好 除以後 除以後 可以嗎 好 那這樣是多少呢 十六平方二五六 減一是 兩百四十除以後是一百二十 好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